你在幹嘛 我在甩雙結棍啊 為什麼 因為MSDI大甩尾 我要甩一下 哇賽 今天大跌 甩尾大跌190點耶 不過反而造成 期貨增加差100多點 這是來到150點齁 其實算會不會建成一個短折 還有今天PC晚上公布 美債將持續再漲一波嗎 還有AI5大咖 齊聚Computex漲 再漲千點嗎 還有00878 00919 大幻股五千億又買這些股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盛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我主持人哲哲郭志宏 來看一下 今天晚上PC公布後 美債再展一波 到時候我想知道 AI5大咖 齊聚Computex 再漲 再漲千點 真的 會不會是 再漲一千點 看有沒有機會 因為最近很慘啦 三天跌了680點 680點 還有你剛才甩一甩去 大甩尾 MSCI 都MSCI害的啦 MSCI的陰謀啦 還有這個00878 00919 大幻股 我們獨家猜到的對不對 名中 然後5千億買這些股 會不會再漲 聽說有機會 因為00919還要再調整五天喔 對還要五天 好不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請教三位專業分行師 第一個 我們今天吃什麼 我們今天是吃的是 專窯古早味餐廳 這可是呢 黃仁勳 黃仁勳請人家去的是不是 欸 對我們 他在敦化北路那邊是不是 欸對 敦化北路喔 你知道什麼 我要吃黃仁勳吃什麼嗎 幹嘛 因為我感覺就是我辦法向他賺 可以三兆 可是我跟他吃的東西是一樣的 你不覺得很開心嗎 不是我跟他是同等級的人 對我跟他是同等級的人 對我跟他是同等級的人 沒什麼嘛 光達林白李董事長也吃這些嘛 對不對 沒什麼我們也吃得到啊 我們也吃得到啊 有什麼難的啊 吃得很 很開心 所以一定要吃一下 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 好吃耶 還不錯耶 甜甜甜 不難吃 他的油是還算乾淨 我到一個年紀吃得出來 油算不乾淨 我跟你講我說真的 有些油喔 就吃出來喔 有些 其實有些其實如果不乾淨的炸雞 你吃出來你馬上我會冒汗 我吃得出來 還有會發癢 會發癢你也會對不對 嗯 沒錯 但到這年紀其實吃什麼 就會排出來什麼 真的 這很重要 為什麼聽起來怪怪的 排出來什麼 所以你排出來是什麼 所以你排出來是什麼 你不覺得聽起來很怪嗎 邏輯不好 對不起我今天邏輯不好 累了 好我們歡迎 趕著介紹你們三個人 今天我有時間上的壓力 壓力對 好不好 歡迎第一位 楊玉華老師 主持人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拖福利社福 其實我今天在上次前 我就想說今天會不會吃 黃仁勳的美食地圖 就是我今天想 一開始想的時候 想到的是雞湯 喔雞湯喔 我想到的雞湯應該更難訂 雞湯比較貴吧 還是它太大鍋了 因為那個一鍋要十個人吃 那個太多了啦 沒有辦法 這個這個也不錯 因為我 其實我有沒有看黃仁勳美食地圖 看完之後 然後發現他吃的東西 真的跟我都一樣 因為我超喜歡 真的 因為我也超喜歡吃 就是我不知道各位 其實這種家常小菜 我是會兩個人去吃家常小菜跟我媽 兩個人 看你們點多少 就跟你媽而已嗎 就是三四道菜我覺得是蠻方便的 就是我很喜歡吃這種 家常小菜的東西 所以 反正 就好吃啦 這一家真的蠻好吃的 沒有什麼油耗味 對 而且他 說實在話現在稍微有點冷掉 可是還是好吃 我老實講還是算好吃 好吃的 我們當主持人有個好處 可以熱 等一下以後有空 以後有空你自己去熱一下 所以我的冷 我也不會一樣 跟你們的不一樣就對了 我都跟你是一樣的 因為我不在灰毛 我有要求 好好吃熱的以後好好吃喔 還不錯吃 好 也喜歡這個小菜熱炒的老師 我覺得不錯還不錯 還不錯 還不錯 好 來小S R I C A 948 欸可是我覺得怪怪的欸 哪裡 我現在吃起來 我現在頭就有點癢了 真的喔 還是你沒洗頭 沒有洗頭亂講 我每天要洗頭 這個我也不知道 這個我 開始吃乾淨 我不知道為什麼癢癢的 怪怪的 然後再看看 就不知道他的油耗味乾不乾淨 好不好 我只是講實在話 我們沒有業配喔 記得加玉環老師的Line喔 好不好 就把第一時間感受跟大家講 好不好 這個反正做成事 他們那些 有錢人 四兆的 身價的人 群聚在一起的人 然後吃的這些東西 我們介紹給大家 好不好 老師大家記得加一下 我們來看下一位 重量級分析師 每次都介紹玉凱的 先介紹你一下 好 明哲老師好 這個也是介紹玉凱的 我現在是 雨量級的 其實我跟你講喔 輕量級 其實我很會看 怎麼說 我很會看體重 就前上禮拜 上禮拜 上禮拜 你真的有瘦了 最近你又負胖了 沒有啦 沒有嗎 因為外面下雨 水氣比較重 看你 看其他八就知道 可是我多講了我便霸凌你 我算了啦 點到即時就好了 你就旁邊放一台廚師機 可以啊 本來就是啊 真的啊 真的是水氣太重啦 是 這好笑 不過我要講就是 第一個 找那個中午 又叫你水男孩 中午吃那個水王子好不好 為什麼男孩呢 對不對 中午吃胡鬚章現在有點後悔 找到吃那個我就少吃一點 對啊這下還不錯 對啊 第二個是 那你不要勉強自己放下來 我要先講 放下屠刀粒粒粒 粒粒變瘦 這種東西是不是應該要配啤酒啊 蛤 對不對 我們預算 喔預算問題 黃仁勳就我們所知沒在喝啤酒的 沒在喝酒的 他可能喝喝 少了雞湯 真的是少雞湯 對對對 有點乾啊 這些人真是愛吃又愛抱怨 對啊 贊助一下 重點是你們吃什麼 玉華老師你要忘記 你以後吃一下了 要跟他們主持 要跟他們講一下 要介紹什麼 主題 對 不要負責吃啊 我已經差不多快吃完 你看這真的是好吃 我才吃到這樣 今天講的主題就是 NSCI調整之後 那些果會噴出去 好我知道 好來 名字老師來講一下 我要講ComputeX跟PCE 好 okok 記者老師一下 好請名字老師 記者一下第三位 哎呀他不能吃 他一吃馬上就睡著了 對 謝承諺古怪教授你好 好 謝承諺跟名字老師 來都要記得加一下 老師你好 但我覺得我今天對 呃 節目製作方 的 的準備我 其實沒有很滿意 為什麼 我覺得這個沒 不是老師老師老師 我拜託你一下 互相好不好 我也沒有滿意你 沒關係沒關係 沒關係 但是喔 你看 余老師 很好笑對不對 欸 那你既然這樣子 六位我就不來了喔 威脅我 以前怎麼說 欸 哲哲我跟你講啦 你這個節目我以你為主啦 是不是 欸 我的意思是說 我原本以為要很有創意 什麼叫創意 你知道嗎 三思三 他不是有地圖嗎 欸我們就把 食物都叫出來以後 放在地圖上面 然後都把它 排上去看 貼上去 不一定要每個人都吃到 但是我們就 叫大家吃完說 是地圖哪一家 我們今天基本上 不是很多家了啦 我們已經吃很多家了啦 很棒 有些點不到 好不好 對有些點不到 或是下次我們可以來競賽 嗯 我們不是 最近好像都沒有比賽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下次可以來比賽 因為比賽點閱率就是 都看你在吃 點閱率沒有很高 我們就先暫停了 對齁 怎麼沒找他 欸對齁 找謝平哲 難怪大家反應不好嘛 沒有看我吃怎麼會反應不好 欸點結你在幹什麼 點結 中央級的不早 謝明哲 然後玉凱老師 不是啊 我講實在話啦 吃東西比賽 找一個什麼胃不舒服的啦 雞頂啊 訓掉了 不能太吃太多 拉肚子的這種 啊怎麼會讓節目精彩 是 是你們自己規劃 節目的問題 跟吃東西有什麼關係 那個點閱率沒有到很高 想說那個安排那麼好啊 因為要標果好了 如果你們想要 到時候想要這個 趣味競賽 然後又是吃東西 然後介紹標果 你在底下留言 我們再重演一次好不好 對啊好不好 來 陳醫老師 你今天來做什麼 你今天來做什麼 我不知道耶 今天找我幹嘛 介紹那個 熱門我最貼的股票啦 好不好 對對對 還是有任務啦 有啦有任務的 等一下下半段可能 來主持一下啦好不好 來老師好 陳醫老師的line 有沒有看到 你不要看他這樣子 好像很夯一樣 人家也是博士耶 教授耶 是不是 欸 我跟你講 下午三家電視台來聯訪耶 開個玩笑 12樓門口 黃總還來來去去 走了好幾遍耶 你是做什麼壞事 沒有我 我也在擔心啊 我想說奇怪 怎麼被發現 小孩笑得很開心耶 來看一下 這個陳醫老師你看 不要看他憨了 你看這麼多人找他 開玩笑 來 色違版通常有他的畫面 小小鼠 GP520 記得加他一下好不好 財經新聞版也有啦 在開玩笑的 財經新聞版 明哲老師也是 各大 財經節目也是在看他耶 好不好 你不要看他這樣子 水蒸氣男孩 好不好 記得加like 水王子 水王子 很漂亮耶好不好 來 你不要跟明哲老師講一樣的話 越來越像 怎麼加他們like 很簡單 點我們節目的標題 點進去 老師的like就出現了 兩個都可以加 好不好 點進去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單元來 福利社先解盤 玉皇老師 解盤 老師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好久不見 也沒有很久了 好那我們今天先來看一下 因為今天連續三根黑K 嚇死大家了 到底現在台股怎麼看 那我先跟各位說 其實先把結論告訴各位 不用太緊張 為什麼 因為今天是NNC 半年度調整的日子 本來尾盤就是會有些拉尾 或者往下殺的現象發生 所以今天 像尾盤今天殺的尾盤 這邊殺的 不要再吃好不好 把他拿走 欸我跟你講 我要留這一坨飯 為什麼 哪一坨 因為不能吃飯啊 你吃飯就 我跟你講我要留這一坨飯 然後再把它插上去 欸 欸 你都沒有禁忌的喔 哈哈 沒關係 吃百里 好 無盡無忌吃 到120 喔 沒關係 好 老師來 那我們繼續喔 現在股市比較重要齁 好今天尾盤殺了115點 無量而止 對 剛剛回去剛剛那樣圖 殺了115點 我剛剛跟各位說過是權重調整的關係 我之前跟各位分享過 只要每次權重調整 尾盤其實會有一些個股往下殺 或者往上拉的現象 其實大家不用特別過度去解讀它 原則上下一個交易日下兩個交易日 就會讓它回歸到原本這張股票 正常的走勢趨勢上面去看 那今天尾盤最殺的主要是殺一檔股票 一檔大型的全值股 就是2330的台積電 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台積電今天尾盤殺了十幾塊 其實大概就已經貢獻了 100多點的跌點 你會發現尾盤殺 最主要是殺台積電 那除了台積電之外 今天普遍的一些大型全值股 包含台積電 鴻海 聯巴科 廣達 四大電子全值股 也是全中 台灣全中最四大的四檔股票 今天都蠻弱勢的 所以今天指出很弱勢的原因 在這個地方 一個權重調整的關係 但是我們在很細微去看喔 剛好就這個畫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漲跟下跌的加速 其實上市櫃加起來 今天上漲的加速喔 是遠遠大於下跌的加速 整體盤面上的氛圍 其實是沒有那麼的悲觀 那你再從漲停板跟 跌停板的加速去看 今天漲停板有30幾家 跌停板只有4家 如果說真的是要崩盤的那種環境之下 其實這個數字會反過來 可是跌停板的數字 會遠遠大於漲停板的加速 也是喔 你這樣講沒錯 而且上位指數其實不弱喔 對 其實對 澤澤剛才提到 大家再去看一下上位指數 今天上位指數其實就小跌一點點而已 所以這種盤面代表什麼意思 本來是斬的 對 所以總結就盤面的意思 真的小跌一點點 真的小跌一點點 0點多而已 0.08點而已 所以總結代表什麼意思 今天調整是因為權重 NCI權重調整的關係 有個被動式的外資 有一些調整的動作 所以造成一些大型的全子股 全子股比較偏弱勢 可是你仔細去看 中小型股根本沒有想像中表現那麼差 整體上漲加速也是大於下跌加速 所以我建議各位 大家這個地方不用特別緊張 反而禮拜一跟禮拜二 蹦迪我剛剛說過 會還給他 禮拜一跟禮拜二的過程當中 可以找一些的中小型股下去做佈局 可以去找一些像是有題材的股票 像下禮拜 是不是那個台北國際電腦展就要開始了 AI基本上是大家都討論出來的話題 那加上黃仁勳現在又在台灣趴趴趴 他在禮拜天在台大 還是有一個相關的主題演講 主要是探討AI 接下來相關應用上的一些結合 簡直是AI看成的結合PC 或者結合手機 或者結合機器人 等等一些相關應用 所以我認為 下週佈局 往AI股下去做佈局 原則上問題是不大 那指數的部分是有反彈的契機的 好 往AI嘛 因為AI五大咖嘛 那名字老實要跟大家講 對 因為會還給他 今天是權重條件 AI五大咖齊聚在一起 台股會變掰咖 欸 最新標題 最新標題喔 不好不好 這不好 大家會嚇到 五大咖變掰咖 大家已經嚇死 你一講完又更嚇死 更嚇死喔 我剛才給各位說 根本不用緊張 你又嚇大家 我跟你講啊 這樣嚇大家 大家想要看呢 好不好 說不定 點閱率比較高 好來看一下 好 大盤週 有五週字要 週K是 之前福利社也跟各位分享過 常常會連五紅之後一黑 一黑之後 接下來又再連五紅 再一黑 回來一種近期 都是有這種慣性 而且月線喔 老師你月線 你剛好 你剛好長多少點吧 月線長了777點 Lucky7 非常一個極力的數字 非常極力好不好 所以你這個時間 我覺得有時候點數 真的還是有意義啊 不要不信邪 而且剛好長五週 所以你覺得這長五週 休息一週以後 有可能再次 整體之後再上 剛好就 五週字要 六點五週啥嗎 會這麼誇張嗎 因為我覺得有機會喔 因為我要告訴你 其實今年你真的 預設太多的立場 我早就跟各位說 不要預設太多立場 黑K都是買點啊 對 嘉全有黑K都買點 我想是嘉全有 嘉全那個周線 周線啊 周K啊 有黑K你要開心啊 你要怎麼這麼興奮啊 對啊 今年以來就是這樣啊 真的 你知道一點點擔心緊張害怕 基本上就是短線上的第一點 真的 而且老師我要再補述一下 你今天不是爆大量嗎 對不對 來來來來 以前陳昱老師 以前最喜歡用大人的大量 這麼好的梗 他都不繼續用下去 老師 大人這個梗其實可以繼續用的 當然 你不用我來用好了 反正你把人都剽竊我的梗 是 好不好 他這麼謙虛 我反而不知道講什麼 因為我讀你 我這樣講完你就不會用 對對對 老師 上次4月17號 是 19 也是 那個台積鏈法說 下修人家的法說 老師 爆大量後再漲 對啊 老師今天也是爆大量 是一按6600億以上的量 對 那會不會 基本上我認為就是下周會有反彈 因為今天就是調整 全種調整 所以有一些被動式的賣壓 所以我剛剛已經跟各位說 你整體去看來說的話 一些今天尾盤殺的 其實下禮拜就會回歸到 他原本正常的趨勢 是 尤其其實剛剛指到幾檔殺的 像台積電 聯發哥 鴻海跟廣達 基本上這四檔都AI 台積電是幫輝達做晶片 那廣達跟鴻海是做伺服器的 那聯發哥現在有彈出跟輝達 有相關AIPC晶片的合作 所以這幾檔AI指標股 中長線來說原則上還是偏多看待 短線上是因為外資的調 賣壓 然後加上一些國際形象的關係 稍微有一些權重上的調整的關係 稍微有一些短線因素干擾 可是下周就 我認為就會回歸到原本 正常的軌道上 正常軌道好不好 老師講的話我們一定要聽 好不好 我對他 我對你就是很尊重 你知道什麼嗎 喔 跟陳昱老師講笑話 大家不會覺得怎麼樣 跟老師講笑話說 欸你怎麼 怎麼會對玉華老師這樣子呢 你有些鐵粉你知道嗎 特別喜歡你 對啊來 是不是 像跟明哲老師講個笑話 不會怎麼樣啊 明哲老師 你看水王子 水王子 這算笑話嗎 這陳述事實 這陳述事實 對 這是他自己說的 反正大家覺得很理 他自己說的 是 好 所以他外資 賣盤三三來使賣到這一檔 所以我剛才說過外資 其實連續三千都賣滿大 可是一樣其實一樣邏理 如果大家有發現 今年史上賣超第一大 是在今年 但是後面台國繼續漲 是哪一天啊 八百多億那天賣超 八百多億哪一天啊 我想一下 啊對 剛好就是四月十九那一天 喔就四月十九 再看一次 爆大量一樣 八百多億就是這一陣 欸拉遠外資賣超有沒有 有沒有 今天再賣三百多億 今天還沒出來啦齁 出來了嗎 今天已經出來了 三百多億 正常啦 對 你看外資連續你看 欸外資今年根本就是 欸很遜欸 賣在低點 回補在高點欸 欸 陳老師你也是外資 自營 出生的 喔 還有投信出生的 欸為什麼 怎麼怎麼會接受這個老學 學弟這樣子操作績效這麼差 我其實最近跟我這些學弟在對談 我發現真的一代不如一代啊 所以我常跟他們講喔 這個追高殺低 其實不是一個很好的 但是實際上他們有做一些補強啊 比如說他可能透過期貨啊 透過衍生性商品啊 或透過借券 去補足他們績效上面的不足 所以光看他的現貨 如果追高殺低 你覺得技巧很差 可是沒有你沒有想像中那麼差 對 要不然怎麼可能每天買醉呢 這今年最大賣差 也是今年最大賣超 也是歷史上第二大 如果是正常交易不 不算那個龐厚交易的話 算歷史最大的賣超 外資賣超800多億 4月19號 剛好這地點 成交量也是6600億以上 這一次也是6600億 欸 我有信心老師謝謝你 好 我們來繼續看下去 好 所以我們今天來看 今天剛好是 就是我剛剛說的 今天最大的兇手就是MCI全中調整 全雷打 所以造成說 有一些指數上的波動 可是這一次啊 這個之前就已經在福利社 已經跟各位分享過 其實這一次最重要的是 全球小型的成分股 新增的28檔 之前福利社已經跟各位說過 28檔過去統計六次以來 全部都上漲 盤中的期間 這福利社獨家的 獨家 今天也是一樣喔 又有了喔 而且很多都拉上去 很多都拉上去 海月嘛 連兩天都很強喔 好不好 所以我們來簡單看一下 其實你會發現這28檔股票 這一段期間啊 簡單就看一下這張表 這些期間最高的漲幅 全部都是上漲 從第一桶開始 然後排到最後一名的順耀 全部都上漲 好那最後這個數字是統計到今天 今天收盤價的數字 好所以之前啊 其實下一次喔 這大家都知道 福利社的致富密碼 已經告訴各位囉 二五八十一都會調整一次 這一次是五月 下一次是八月 那八月的時候 到時候有一些相關的 中小型股調整資料出來 大家知道要怎麼做喔 我就提醒到這個地方喔 我覺得福利社這個旗鼎 跟各位分享 非常非常多次 你看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這期間最高的漲幅 全部都是上漲 今天可以漲很多啊 這一次而且這一次喔 一定可以漲30%欸 對而且這一次難度更高 難度更高的原因是有28檔 第一次這麼多 你真的假的沒錯 28檔還沒難度漲 這不是巧合了喔 之前的錯還沒那麼多 對啊 現在大家有看到這邊第一排 而且你看這幾天還殺下去 他還是都有可以漲的時候 對我們還很 empirical 雖然是要殺下去了 可是這是最差的 如果把平均漲幅算進去的話 哇應該有10幾%喔 對沒錯 最高漲幅有沒有看到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都有可以拉實一點 但最後的漲幅還是有些比較弱 可是你看喔 等於是最高漲幅還是有... 你要搶這個便宜就是 你可以 你就知道打袋跑 搶錢跟搶銀行一樣 搶你就要走了 你就第一天公布出來 你就知道怎麼做了 简直就是你要速度要快 你不要在那邊看喔 下一次八月就提醒到這邊 好八月 大家看伯利社也會提醒各位 對會啦好不好 好所以這是今天一個 然後我們接下來網區去下面看喔 好那現在比較 老師我先查完 因為這個我先看 那MAC這個小型新增成分股 你有沒有什麼股票你要推薦的 你說這些小型新增喔 我主要的話如果以目前來看 因為他有一些被動式調整 調整結束嘛 那反而在這個地方啊 大家可以發現喔 第一個啊 其實 今新增什麼都在什麼地方 第一個就是銀劍股 銀劍股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勇姓健啦 而且除了 勇姓健等一下再一起講啦 對而且我除了挑銀劍股 大家可以留意的原因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因為 你是勇姓健明軒也有嗎 就勇姓健明軒啊 這是這一些銀劍股 好或者像達利啊 是大家可以第一個留意的 那第二個啊 其實像機器比較低的 像ABF宅板的南電 好這種還是以往兩個儲蓄 老師做達利一定會拉啦 達利沒有拉的話就打你啦 這不是我說的 因為我建議各位還是以往趨勢上去做 那個下去做布局 第一個就是像銀劍 然後因為銀劍現在普遍都有高值率的奇才 那接下來其實ETF蠻多的換股奇才 我覺得還是會有一些被動式的買盤 在銀劍股這個資金 好我們直接看銀劍好1442好不好 來啦 看起來線型不錯 對就是其實你要找這種還沒有衝出去 銀劍股很多都是 MCI新增成分股 對 環埔環埔看一下 環埔環埔環埔線型好像還好 對 銀劍比較漂亮 銀劍比較漂亮 好老師這個這個 等一下還有一個有金劍社來一起介紹 好我們來看一下下個啦 好接下來一起看 好 就是我剛剛哲哲有問到 其實我就把它結合大家一起看 好因為現在 畢竟指數還是有一些人覺得在高啊 所以我是覺得說 如果說這一檔個股跟題材 如果有多重題材加在一起 可能第一個就是我說的 像銀劍股有一些基本面嘛 因為接下來可能有些 孤登的題材啊 甚至有一些 可能圍樓啊 怎麼樣圍建 其實近期啊陸陸續續都有一些 而且銀劍股還抗空棚的概念 好啊加上我說的高值率 所以啊加上啊這些高值率股 現在陸續在做換股 那銀劍股其實很容易去種 大家其實簡單看一下像 00878現在新增的這三檔 因為三檔而言是沒有銀劍 可是你看00919就很明顯了 00919這次新增的 國產是銀劍 滑固也是銀劍 好這銀行 那接下來旁邊的永信建 三檔其實這個比例算很高 蠻多 這比例真的是算很高 所以大家可以進這個地方其實去看說 國產滑固永信建設 就是00919新增成分股 十二檔 對 新增十二檔就有三檔式了 所以這個比例真的是很高 然後我要先提醒各位 給我整個大畫面 大畫面一位老師 你為什麼可以看一下美女嗎 你根本 我在你的那個飾演那個障礙區 我覺得他根本就沒在看你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飾演盲區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完全不在乎你 我不知道為什麼 看起來像女鬼啊 你沒看起來像長頭髮白白色衣服 女鬼也要漂亮還行啊 可是感覺上好像電視爬出來 為什麼是 不是紅色衣服 漂亮的是女鬼 不好看的是女妖 對 那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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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的是女鬼 漂亮的是美女 怎麼變鬼了 差點落入你們的圈套了 好 老師我想要問的問題就是呢 00919換股還剩下五天的時間 那還有沒有機會可以吃豆腐 好 你剛好問到重點 我最後就是在講那個 剛好講幸好我趕快 對你怎麼完全 不然他又沒有 完事做了 因為他沒有 如果真的沒有被打動 我真的要講這個 因為我就是要提醒說 00919換股接下來還有五天 新增的這些成分股 還有一些被動式的買盤 然後因為00919現在規模 其實今年來說成長速度最快的ETF就是他 現在規模已經接近2000億的水準 那因為他換股 一次全部換掉那個 不太可能會太容易會影響股價的波動了 所以目前公佈出來之後 接下來最新下禮拜還有五天的時間 這些股票會陸陸續續 再有一些買盤進場做佈局 所以反而你短線上要吃的 就是我剛剛跟各位說的 往這個地方下去做佈局 吃00919 那題材就是我剛剛講的 第一個你可能贏件嘛 贏件我們可以選一檔 因為贏件普遍都有高值率的題材 那第二個加上一些被動式的 一些投信的買盤去 加上下禮拜 剛好大盤經過幾天的修正 所以我覺得下禮拜非常適合吃00919的豆腐 好那要吃什麼股票我們來看一下 好第一檔啊我們就是看5508的永信件 好為什麼要推薦永信件 因為永信件是高雄的在地建商 然後他好處是先踩先建後壽 所以說你等於說你已經看到 產品都已經蓋完了 房子都已經蓋好之後 他才去做賣的動作 那去年營收大概82億啊 已經是非常表現不錯 今年的一到四月份 這四個月已經有40億 我等於說今年已經做快贏去年一半了 好再加上他目前今年有三個案子 準備要入賬 還有65億 在手可賣的房子大概還有100億 所以你這樣算一算喔 其實永信件今天營收應該比去年更好 去年的EPS12塊多 今年應該超過12塊多 好這是第一個 所以他的房子 你基本上大家都看到東西 比較不會那麼害怕 你說去年12塊多 去年EPS12塊多 去年EPS12塊多 今年還有機會12塊 今年超過啦 因為他前四個月賺40億 本益比很低啊 去年82億啊 那可是銀建股本益就本益比都蠻低的啦 對 然後加上因為我說 為什麼特別推薦他是因為 有一些人真的不喜歡預售屋 但是他是先見後售 你等於說你已經房子都蓋好了 你就可以踩下去的時候 他才賣給你 像我就不太喜歡預售屋 對就是 就是有一些人不喜歡預售屋 萬分之一會倒 等於乘污嘛 乘污的好事就是 今年乘污我就可以直接任列了 對 所以說那一些數字你都可以估得出來 說大概可以賺多少 對 這是第一個 所以他的基本面很紮實 手上案子很多 好第一個 第二個他穩定的配股配息啊 你過去啊像去年賺12塊 配11塊多 配發率大概9成 過去5到6年來 他的配發率都是穩定的90% 等於說是一間非常穩定的配股配息的公司 因為有時候 可能說大家會想要那種問題 今年配高不代表明年配高嘛 所以我在選配股配息的角度來說 一定要看一段時間 他是穩定的配股配息 那永信店就有這個特性 他平均每年賺多賺的錢 他就拿大概90%出來吧 配給大家 所以算是一間非常非常好的一些 值率高值率的極優的公司 那加上目前其實現行 多給我一點點 近期創個新高之後 是拉回整理 大概拉回整理一個多月 那目前在整理的過程當中 再反覆足底 反而在這個地方啊 相對的安全漂亮 至少我們不去追高嘛 位階相對的機 相對的安全 這個地方啊 我是建議各位 下禮拜 可以吃一下永信店豆腐 是可以留意的標的 好 不好意思還有一檔股票 長龍行 另外一檔就是2618的長龍行 那長龍行 其實大家可以發現下面投信 投信已經連續三天買超第一名 連續三天 那重點是怎麼拉不起來 畢竟他股本那麼大 所以至少我覺得 我就說進可攻退可守的 穩定的標的 然後加上他的現行也是一樣 近期創個新高之後 打足底一段時間嘛 就跟剛剛永信線一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啊 其實長龍行大家都知道 主要就是一個嘛 長龍行空嘛 就是客運跟貨櫃 那貨櫃來說的話 原本啊 其實前幾天的股東會喔 長龍行的 公司已經明確說 原本的貨櫃 貨運的這方面 可能這幾個月是淡季 可是沒有想像中那麼淡 那下半季的旺季比想像中更旺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出國完就不用說了 現在每個人都想要出國 所以他的在客運這一塊的 業績會持續往上成長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如果像 貨運這一塊 又比想像中還要好的話 那其實長龍行今年的基本面 也不會差到哪裡去 所以 加上他也是高值率 高值率的股票 長龍行今天配1.8塊 目前值率大概還有5%左右 所以把這個時間點一樣 我們一樣不追高 剛好找 震盪整理一段時間 然後法人投信這個時間點 有在買的股票 我建議推薦給大家 好建議推薦給大家 老師這個是940最近新增 919 919 他940也有新增他 所以難怪買超一直買超第一名 919加940 今年最寒的兩個高股是ETF 那規模加起來也快4000億了 歐華都列入長龍行 所以怎麼樣感覺也不太會 至少淨和工 就是說淨和工 因為有人假設你怕 因為我說實在 現在我遇到很多投資朋友 很怕說這地方是不是高點 對啊 就是反而綁手綁腳不敢買股票 那如果你真的綁手綁腳不敢買股票 找我們有高值率護體嗎 有基本面有奇才的股票 至少有法人幫你撐在那個地方 因為股價萬一真的崩 你值率反而更高 對啊 我買更多 撐在等於說進口用口 撐在那個地方 賞物很奇怪喔 有時候股票大跌了 他反而會去升購 有些人會去升購一些 那個ETF 那個高股息ETF 那時候是最好的好不好 所以謝謝老師 陳老師你永遠常常不取 你今天居然取了 怎麼樣 其實我想要補充一下長榮行 因為長榮行這個股票 過去大家在看好的時候 他的其實當時 他的基本面其實都不好 是虧錢的 可是他從去年開始 他的毛利率 既然可以高達20%以上 我覺得這很可怕 那你看他 暴力 暴力喔 而且我們機票那麼貴 對 千萬不要這樣說 可是把機票賺回來啊 對 因為最近用點數去換都很難換 都換不到 都換不到啊 他不想跟你賺啊 他就是先 機票很好賺啊 他就是不想跟你賺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真的可以 你不要再去泰國洗澡了 請不要把私底下聊天的東西 拿到節目上來講 好不好 開玩笑的 他才能去泰國 他有沒有去泰國洗澡 我不知道 洗澡是越南 他去泰國 越南洗喔 越南是洗澡 我已經搞不清楚了 對不起 好好好 育老師賴要記得加一下好不好 讓你率取 948 98 我們來看下一個單元 來 熱門我最貼 管名管達 老師 除了講這難的股票 老師 陳妍老師 請你上來一下 幫我一下 稍微一下 所以 所以 看我還是不順眼嗎 不會 很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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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如果不順眼 我們就不用上來了 你先穿鞋子好猛喔 還不錯 帥氣好不好 今天你看盤石這麼猛 好不好 老師我們來介紹一下 你先忙 好不好 因為這個 據說這個 我們這個 哲哲老師啊 他受邀要去參加這個 黃仁勳的 這個 你不要 喔 不是喔 出回來了 你先來處理 這主持人 來來來來 你趕快 來來來來 來來來 代理一下 廣民廣達請玉華老師 好 首先我們先來看第一檔股票 廣民喔 廣民是機械人概念股 那為什麼特別跟大家推薦 機械人概念股 今天雖然說大盤不好 可是大家有發現 其實盤面上有一些中小型股 表現還算蠻強的 包含像機械人概念股 或者散熱族群 都有很多股票蠢蠢欲動中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廣民 廣民其實 自從 輝達上一次在3月的時候 公佈最新的 那個 大家如果有印象 輝達軍力大會 會後不站出一排人型機器人嗎 那推出要整合 深層式AI機器人應用的 軟硬體的設施之後 其實很多的機器人概念股 概念股開始動 那第一個動的就是大家 應該最耳熟能詳就是所羅門 那所羅門因為現在被處置5分鐘一盤 可能整體的交易上沒有那麼方便 那反而我建議各位 因為下禮拜就是台北國際電腦展 相關的一些機器人 AI相關的應用 可能還會再拿出來被大家討論一番 反而利用今天跟明天 更正 今天跟下禮拜一兩天的時間點 找一些股票進行做佈局 那所羅門既然不好交易 那我就建議各位 6188廣民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留意 可以發現廣民底下有一間機器人 達明機器人 主要是做機器人相關 他持股達明大概80% 那目前其實達明機器人也跟輝達 已經也是有一些相關的合作計畫 那我們再看一下現行 是不是在上漲的過程當中 前幾天是創個新高之後稍微震盪整理 拉回 那目前剛好在 那個平台整理去那個地方 這個只要 一點點火點下去 就 就凍出去了 所以反而建議各位 6188的廣民 這個時間點大家可以做留意 因為機器人奇才 不會這麼快就走完 我再提醒大家 不會這麼快就走完 這是那個廣民的部分 第一檔股票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第二檔股票 好就是廣民的母公司廣達 好廣達我們來看一下2382廣達 看現行 你會覺得說 這個也是連幾K怎麼那麼醜 嘿嘿嘿那麼醜 會覺得說好像不太想買它 那如果大家還有記得 我剛剛節目第一段已經跟各位分享過 因為今天啊 懸殖股來說比較偏弱 像台積電 連巴克 鴻海跟廣達 都比較偏弱 那偏弱反而在這個時間點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先從技術面跟各位做解析 目前其實廣達連續四根AK 它已經來到那條季線了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 我之前有跟各位分享過 只要回到上揚的季線 是一個中長線很值得的切入點 那為什麼值得切入它 因為廣達大家都知道 做輝達的伺服器 那原本大家是擔心說 輝達那個 Blakewell最新那個晶片 可能會延後出貨 會影響到 鴻海跟廣達的伺服器的出貨的時程 可是最新的上次的財報 上禮拜的財報 最後發現 沒有耶 它維持原本的出貨時程 本季都開始出貨 下一季開始量產 所以你說時間算一算 其實廣達跟鴻海 它的營收可能預計 會從下半年會陸續的 很強烈的爆發出來 而且它廣達第一季的營收表現就不錯 第一季營收是三日三昇 加上如果下半季會呈現逐漸成長的態勢 今年整體狀況 它的基本面是非常非常好 有機會去挑戰 去年是賺10塊 今年預估有15塊錢的實力 成長50% 所以基本面那麼好的狀況 又受惠達的晶片出貨上沒有延遲 剛好這一段 今天又因為NSC在權重調整的關係 所以有一些大型的權值股跟著一起殺下來 反而還是我覺得是非常值得 撿便宜的一個時間點 給大家做參考 好 撿便宜喔 提醒大家 好 再來明哲老師 國橋跟國界 國國這邊是廣廣欸 對 偏這個傳產跟這個EKFA有沒有關係 一定有啦 因為今天大家如果盤中有注意到的話 那個中國是暫停了 應該說停止了134項的那個產品 出口到中國是試用EKFA 就是原本試用 那現在不試用 事實上大家如果去看一下那些產品 大概是什麼潤滑油 然後什麼這個塑化的原料 大概這一些東西是一些大眾 那大家會覺得說 感覺應該會對於塑化類股 造成比較大的衝擊 但說真的 大家如果回去看那個塑化類股的線型 每一檔都已經是跌到明明茂茂了 所以這個股價其實已經在 這個長線你看那股價跌那麼深 說真的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利空訊息 你說會造成多大的影響 我覺得相對來講 應該不會再有太大的股價往下做破底 尤其是最近期我們可以發現 這個因為稅修的一個關係 所以亞洲的一些塑化原料 最近期的報價都開始有出現一些彈升 像國橋它是以這個SM 就是本乙溪 不是大家想的那個就是 本乙溪的縮寫 然後包括ABS 那它的原料其實在最近本價 它其實是往上去做漲了 大概超過10%以上的一個水準 所以報價開始出現向上的彈升 然後股價又是長線的低檔 那加上說最近期回到月線跟季線以上 我倒是覺得說 大家可以去趁著這個利空再度做徹底的時候 反而可以去做一些長線的佈局 那除了國橋之外 另外我們來看這個2501的國劍 這個比較年輕的投資朋友可能就不知道了 以前的台北股是掛牌 它是那個代號是照你掛牌的時間 所以你看它是2501 它就是銀劍類股台股掛牌的第一檔 對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老資格 非常老 這個老牌的建設廠商 那今年呢 它的推案量 國泰建設 對國泰建設 它蓋很多那個公寓式的 對 它早期蓋很多 所以 有很 而且找一些老人家特別喜歡買 他們蓋的房子 對就品質有保證 因為有口碑 有口碑的 因為 剛才每一個地區都會流傳一些就是 哪幾家建商蓋的那個房子品質比較好 我想其實大概在全台灣 國泰 國泰建設蓋的房子 其實都排在前面 對所以你會發現說 它今年的推案量 其實到600億 那加上說 現在整體房地產的景氣 大家也都知道 那個薪水的那個漲幅 永遠都追不上 追不到 那個房價的漲幅 那加上說現在又有那個清安 就是讓你能夠 有一個比較讓貸款的 這個貸款的上限 可以拉稍微比較高一點 所以整體來說 因為過去這兩天 其實銀劍類股都有出現轉強 那剛剛玉華在談到那個 新增成分股的時候 其實也談到 有非常多的銀劍股入列 所以我倒覺得說 這一波的一個行情 大家也可以期待 後續國建 會不會有落後補長的機會 好的 落後補長 看起來應該很有機會 很有機會 好接下來我們請第三位分析師 謝承諺 荔枝跟新日新 欸欸欸欸 變人了 欸欸欸 怎麼變胖了 欸欸欸 你中心太多了是不是 沒有沒有變帥 變帥了 歌聲有沒有變好 欸有一定要的啊 好來 其實今天是林玉凱老師啦 他帶我的班 啊我帶荔荔的班啊 欸欸欸 那所以 其實荔枝跟新日新 應該是要來分析啦 欸 但是因為這個玉凱老師 實力堅強 他說不用 他直接可以接著講 我直接可以接著講 對對對 那個連鎖 連鎖五星級酒店嗎 五星級 你講的是哪一個 我講的就是那個 雅都荔枝啊 是是是 好 認真來搶一下荔枝啊 對對對 而且荔枝最近的表現相當好 那因為其實他在上個月的時候 有宣布他要切入到 所謂藝人系統嘛 現在整個產品線 大概都往這個地方做調整 那現階段 目前這個揮達 AI整個系統的這個產品線 最需要的也是這一塊 所以他算是產品的結構調整得宜 再加上說呢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雙紅旗紅旗都漲到天上去的 相對於這種 原本只有100多塊的這種散熱股 反而會是市場青睞的一個對象 所以我認為說 短線上的這個表態喔 是基於這樣的原因 好 那第二檔呢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新的系統 我也補充一下 因為他要 他預計要增資 要募這個可轉站 是是是 代表他們對未來長期應該是產業相當看好 是 好那我也要補充一下 登登 你要來說一下的啦 你看你那時候多瘦啊 好不然這是 Eason Eason老師 5月17號的時候 就在節目上說了 立志這檔股票到現在已經漲過超過20%囉 所以我們其實我們福利社真的是很佛心啊 你看我們 我們大家 有沒有donate 我們也不是那麼在意 那我們還是很認真的跟大家分享這些 很有潛力的這些黑馬股 好 那再來 請這個玉凱老師 第二個新日昕 好新日昕呢 其實昨天重疊 今天馬上大漲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玩的現象 其實在折疊手機的這個商品呢 其實它算是一直利空頻傳 但是最後會發現通通都是假利空 在去年年底 今年年初的時候 當時有一波嘛 說什麼華為被市場砍單40% 造成當初的這個折疊三雄全部都下殺 結果後來發現 只需烏有 然後到大概應該是二三月的時候 當時又有一波說什麼 蘋果決定要暫停研發折疊手機 結果後面傳出來 他又說沒有啊我還在研發啊 那其實昨天的狀況也是非常類似 因為昨天也有這個市場傳言 就是說什麼現在中國大陸多了一個競爭者 多了一個軸城的競爭者 所以會直接衝擊到 趙立跟這個富士達的一個地位 那這個消息目前未經證實 有沒有衝擊我不知道 可是新日星他昨天跌什麼 他本來的市場就不是在中國大陸 他是平概股嘛 其實我們嚴格算他是平概股嘛 所以原則上昨天他是被算是挫殺的 那其實這種股票的話 你就要趁著他被挫殺的時候 好好的去撿便宜 昨天殺下來今天馬上就漲上來 我覺得新日星他現在真正的題材還沒有發酵 因為蘋果的第一個折疊商品都還沒有出來 現階段還不是他利多出境的時候 還有機會囉 對好那我們也幫這個玉凱老師 介紹一下他的LINE好不好 要不然那麼辛苦來代班是不是 是啊 玉凱老師的LINE在這邊 WIN16888記得加小老鼠 特別戒掉一下這個玉凱老師 百忙之中 趕快來支援一下 好那我們接下來進入下一個單元 股市甜甜圈 焦點股幫你圈 我們歡迎明哲老師 因為最近大家對於這個 這個通膨的問題都一直感到非常的焦慮 那今天晚上會不會公布PCE之後 大家嚇一跳 原來其實通膨沒有想像的嚴重 會不會呢 的確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事實上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 這個昨天公布的一個數據 好那費的其他在意的數據其實幾個 第一個就是上週出領事業救濟金的人數 我們可以看到市場預估值是多少 21.8萬 但公布出來是21.9萬 第一季的GDP修正值是1.3 那預估是1.3 出來也是1.3 那這個數字的重點在哪裡呢 第一個 就是出領事業救濟金的人數比預期來的多 對不對 就是就業的狀況開始 就業的狀況 一點點變壞了 看起來好像沒有大家想的這麼好 對 然後GDP的部分1.3 表現好像也差強人意 所以那個經濟是不是有開始有點走軟 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是 那除了這個部分之外呢 當然今天晚上 大家一邊看福利社的時候 可以看一下這個數據 美國4月核心PCE 在晚上8點半會公布 那前值是2.8 那市場預估也是2.8 就是跟上一期是呈現持平的狀態 所以持平 當然他其實就沒有進一步去做惡化的一個動作 假設最後 我們現在都預估2.8 對 那萬一出來2.75就好了 對 不要說2.8就2.75 哇 那就不得了 這是一個利多了嘛 對 所以最近期你會發現說 那個FED的官員 講話開始好像沒有那麼 講硬了 沒有那麼鷹派了 沒有那麼鷹派了 你看那個亞特蘭大FED主席 這個博士蒂克 他說預期今年的年底 是聯準會官員真正考慮 並準備降息的時候 對 然後呢 紐約的FED主席威廉斯 他也談到說 通膨率 預料將在今年的下半年持續下降 高昂的借貸成本對經濟具有限制性 簡單來說就是我如果企業要借錢 你那個利率一直維持這麼高 他其實對於經濟發展其實是不好的 對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你看 出領事業救濟金 然後 包括了這個GDP 看起來好像表現都不好 所以這個時候 FED的官員對於降息這件事情 開始有一點表態的 你看 如果說今年年底跟今年下半年的話 那是不是代表說接下來 因為現在已經年終了嗎 進入到下半年時間點 我們是不是會開始期待 聯準會這一次真的要降息了 好 那其實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TLT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TLT的 的線圖 你看喔 那個 PCE還沒公佈喔 對 欸他已經跳上去 已經先跳上來 已經先跳上去囉 美國長期政府債券或是頭等債 今天都跳上去 所以我認為市場已經預期 今天PCE數字公佈的狀況 會相當不錯 沒有錯 好 那我們繼續 那這個部分 運價呢 因為現在通膨其中有一個要點 其實運輸的價格 對因為你那個羊毛出在羊身上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我運輸的成本增加 我致幣轉價給消費者 所以如果說這個 如果以這個狀況來看的話 當然我們剛剛談到 那個有機會這樣洗 但變數在哪裡 變數其實就在於 這個運價 運價 這兩天 這個全球第三大的航運巨頭 達飛集團宣布 6月的下半月起 從亞洲運往北歐的貨物運價 將上漲到每貴7000美元 遠高於目前大概5000美元左右的一個價格 漲這麼多 對啊 所以你看就是 就是一下調漲了嘛 然後 根據航運上跟出口業者之間 流傳的報價 那這是我已經證實了 那從亞洲緊急出貨 一個40尺的貨櫃 運費高達1萬美元 是目前價格的兩倍以上 對 所以當然如果說這個 運價價格真的往上去做走高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SDFI 這個是今天上午最新的一個數據 你看 在這一 這一週 它從上個禮拜漲7%多 那這一週又往上跳 跳到大概12% 所以的確在整個運價的部分 它是有往上去做彈生的 好 但是比較吊詭 大家看到這裡一定會想說 那今天的貨櫃股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對 但是我先回到剛才那張 對 其實我們福利社這幾個禮拜 一直持續真的領先市場 一直在幫大家追蹤 這個運價指數 所以 真的我們的福粉應該要 很感動 福粉是那個 裝花 那個 粉浮起來了嗎 這個梗接的不好 福利社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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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那個 那個什麼 謝承諺一樣 那吃太多都會接些很奇怪的 我還以為講說 跟那個臨時離開那個一樣 臨時離開 沒有 來來來我們繼續往下 我們不討論 那個已經離開的人 那你說 對 為什麼航運 卻沒有跟著我們今天的報價 一路往上 其實如果今天貨櫃三雄 長榮的跌幅還算少的 你看那個 陽明跟萬海 其實都跌超過8% 而且開高走低 對 那我覺得關鍵在哪裡 關鍵在於當然 最近其實的報價 其實我們剛剛看到是往上走 對 但如果說以另外一個 就是世界貨櫃指數的報價來看 世界貨櫃指數 它的漲幅其實是有一點收斂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重點就是 今天陽明 今天陽明是恢復正常交易的第一天 是 所以你會發現就是說 之前大家感覺出不掉 你看 之前都沒有量 沒有量就是因為它這個分盤交易 沒錯 那好不容易拉到高點了 今天終於可以正常出了 就剛好又遇到台北股市開高走低 然後賣壓就一口氣直接把它灌下去 所以假 如果照這樣來看的話 如果運價還是 指數還是維持在高檔 也許壓回 後面的這個 前面獲利了結的賣壓 結束以後 對 後面的買盤又會進 的確 所以我覺得後續大家可以關注 因為剛好前播有一個整理平台 這個是在分盤交易的時候 他整理出來的低點應該是在70.4左右 今天陽明 這個回到最低點位置70.5 剛好差一點點有守住 所以大家可以關注就是第一個 我這個前播整理低點不能夠破 第二個 我能不能夠很快的至少回到 J跟KK的1%以上 OK 如果可以的話 搭配上說運價如果繼續再往上走高 那我覺得教授剛剛講的那個 就有機會實現 好 那我們今天一開始邀請明澤上來的時候 我們封面還有談到一個Computex 對 那因為這個 這個 這一次Computex有五大咖 對 那大家很擔心說會不會五大咖一來台股變敗咖 不會 不會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那下週登場 到底能不能持續延續這個AI的商機 我覺得一定會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這一次剛談到五大咖 拿五大來 對 包括了AMD的蘇智峰 是 包括了高通的CEO 是 包括了Intel的季星 格 不是季星級 季星格 沒有講錯 然後包括了這個聯發科的蔡立行 是 包括了這個美超圍的 不是王立行 然後包括了這個美超圍的梁劍厚 哇 厲害 所以你看就各大咖雲集 其實像最近 像這種 譬如說這種有特定主題的 譬如說什麼五大咖什麼 都會搭配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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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噸啊 十六噸啊 你要叫我蹲是不是 你要叫我蹲是不是 欸 好像 好像 好啦好啦 不要勉強你啦 因為後面我們還是要趕快 我正想要解釦子了 因為我怕你第一蹲下去 我們就要叫舊物車 還是交給陳彥 沒有我蹲下去我就站不起來 這樣 不是啊 欸我跟你講這樣子 就你講名字我就蹲一次 好來吧 所以我要講什麼名字 你說什麼呢 不知道五個的五大咖 五個再講一次 好再講一次對不對 來 好 AMD的蘇之鋒 然後高通的CEO 然後這個 Intel的季星格 然後這個 聯發哥的太立行 這樣你都沒有蹲下去啊 沒有啊 有啊 你哪有蹲 你跟那個提早離開有什麼不一樣 今天我是主持人 怎麼會變成我在蹲 你剛剛不是講你在蹲 我說我要蹲啊 我說我要蹲啊 趕快趕快 來 可以喔 可以啦 來來我們回到 回到這個 那民主是不是跟你講 我都忘記了 回到專業 好 我們來看一下 Computex展 台北國際電腦展 要從6月4號 下個禮拜二 到下個禮拜五 在南港展覽舉行 那這一次我們剛剛談到五大咖 雖然說沒有黃仁勳 但黃仁勳他也會去參加那個展覽 沒錯 因為他沒有專題演講 但他會出席展覽 應該說你剛才講的五大咖 是專題演講 對專題演講的五大咖 因為黃仁勳他在6月2號晚上 在台大會會先演講 對他就會先演講 然後市場認為這一次電腦展的主軸 在於AIPC的發展 預期AIPC在未來2到3年的時間當中 將引起更大的PC更換跟升級的週期 那當然講到AIPC 我們還是要給他一個定義 最近大魔有給這個AIPC的一個定義 就是他認為說 AIPC是配備神經處理單元 NPU 在過去大家有CPU GPU跟NPU 傳統的筆電只有CPU CPU跟GPU 後來你要玩遊戲更猛 那就加了GPU 對選卡上面 對 那其實簡單講就是 CPU他可能 他的核心數比較少 但他能夠處理的事情比較多 那NPU他是核心數非常多 但是他處理的事情比較大量跟簡單 比較專業 對因為大家想 就是AI的這個 他就需要很大的資料 讓他去做學習跟運算 所以這個是NPU的一個功能 那更高於記憶體規格 並且提供40TOPS 所謂的TOPS就是NPU的計算單位 他代表是每秒達到1兆次以上的一個運算 所以這個時間點包括之前 宏記也好 或者是華碩也好 他們其實都有推出相關的 種水AIPC的產品 所以接下來 其實AIPC就會成為這個 NB族群當中最大的一個成長動能 你看喔 2024滲透率只有2% 預估出貨量是500萬台 但接下來到2027年 可以一路到48% 出貨量的部分可以超過1.32億台 好 那Coco 是的 老師這個AIPC有沒有可能只是短線的題材 因為他展覽只有禮拜二、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五 會不會禮拜五就沒了 基本上我覺得不會啦 因為大家 我知道大家會擔心說那個 這個電腦展出來之後就利多出鏡 對 但其實我們剛剛談到這一塊你看 滲透率是持育座增加 而且那個幾十倍 對啊 而且說真的其實之前大家買電腦應該就是疫情的時候嘛 你到這個時候其實也都該換 該換嗎 該換 14年的時間就要換一個了 對啊 真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倒是覺得說應該不用擔心 利多出鏡這件事情 好 那另外一個在這一次的展覽當中 大家也在關注的是機器人 對 好機器人的部分呢 當然各大科技廠都有開始投入機器人這一塊 最主要就是 之前的GTC 就是輝達的開發者大會 他最後是以機器人做結尾嘛 所以大家想像的空間比較多 那市場預估全球機器人的市場會顯著成長 2023到2028 複合年成長率是50% 什麼叫複合年成長率 就是 我每年都在現有基礎上面再加50%上去 所以他的一個成長幅度是非常大的 因此市場預期 本次黃仁勳出席 COMPUTEX展中 會透露更多機器人的相關展望 是 那相關的概念股 對相關的概念股 我覺得大家可以看幾檔指標性的個股 包括像是2377的微星跟2353的一個紅機 這個其實最主要是AIPC 但最近其實大家可能沒有留意到 微星的部分 他其實也具備有所謂的夜冷散熱這樣的一個題材 先看一下微星好了好不好 先來看一下微星的股價 前面還蠻強 可是這幾天 是受到大盤的影響 還是其實只是一個消息面 上漲是消息面 回檔就變成跌增的 那如果是受大盤影響 回檔是跌假的 我是覺得他是主要受到大盤的影響 因為如果你同樣看那種 大型跟AI有相關的股票 你看廣達那個回檔幅度才比較深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某種程度上面 他的股價算是相對比較抗點 你看這一根紅K表態之後 四根的黑K 他其實也沒有跌破這個力點 對 所以你看這個股價的部分 我覺得是屬於強勢的格局 這麼好像在拜拜 你看有沒有 好幾根香 好幾根香嘛 就是要上山就要拜拜 那另外呢 這個AIPC之外 機器人的部分 有沒有特別分享哪一檔 對那機器人的部分 當然其實大家可能 比較關注的還是在廣運 然後有夜冷散熱 有機器人相關題材 那今天股價是用一個跳空 跳空網上去攻到掌停板的一個位置 那雖然說量能看起來好像比較少一點 但是因為他很早就鎖住了嘛 所以我鎖住掌停板 大家不願意買 當然成這樣其實就會小 那後續我覺得關注的重點就是 在禮拜三的時候有一個大量的長黑 也可以帶上影線 接下來如果能夠突破上影線的高點 這就是一個換手成功在攻擊的訊號 好 那當然因為我覺得 大家都非常關注這個 這個Compute Tech 我想問一下 這個玉華老師喔 那因為你 這一塊你也一直有 深入的一個追蹤 那你覺得就這一次來講 除了剛才這個明澤老師講的 有沒有特別你覺得 在這一次展覽之後 也會很值得關注的個股 或者是你覺得產業 產業應該就這個吧 產業就是我剛跟各位提醒 就是基本上就是機器人加AIPC 對 那我覺得再衍生出去 伺服器相關的應用 好 例如說像是機殼跟散熱族群 好 因為其實剛我也跟各位分享過 其實 輝達這一次公布出來最新的 Breakable的晶片沒有delay出貨 其實這對於很多的伺服器廠是一個利多 那這一些伺服器廠 因為 去年因為伺服器廠 業績沒有馬上跟出來 原因是因為 缺晶片 所以沒辦法出貨 機器沒辦法出出去 那 假設這個狀況今天也會往 那個緩解 那加上其實黃仁勳那時候也說 其實目前最新的晶片 Breakable那個晶片 到2025年還是供不應求 代表說整個非常非常的熱門 所以你再把往這邊去擴散 那一台伺服器再擴散出去 包含像是機殼 或者是散熱族群 都也是大家值得留意的標的 可能一點點奇才出來 點一下火 可能一些股票又上去了 好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那裕凱老師呢 就是在 這一次展覽的一個觀察當中 因為 我也提醒大家 禮拜二它是2345 可是234一般民眾是不能進去 禮拜五才能買票進場 那這個裕凱老師 你可以領先幫我們 點出一些你覺得 非常值得關注的重點 我講兩個大家可能比較不知道的 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大家講到這個輝達黃仁勳 可能直接想到台積電 可是其實目前據我側面得知 側面得知 側面 對 為什麼一定要用側面 去跟人家聊天 對 正面無法得知 我們都是側面知道的 對那台積電在五月份的營收 可能會稍稍有一點下滑 這個我們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是吧 所以說這部分提醒大家留意 然後再來就是說呢 可能大家預測說 黃仁勳接下來會拜訪的就是那些 華碩 鴻海 然後台電 可是其實這一次他的排程當中 也有一家是一般比較不了解的 就是核碩 也有要去拜訪核碩的這個意圖 對 所以核碩最近表現其實 我認為也相對強 看一下核碩 對可以稍微看一下 因為最近核碩相對抗疊 對其實相對抗疊的 那可能跟他這次要準備要去拜訪有關聯繫 這個領先分享給大家 好 謝謝玉凱老師 那也謝謝明哲老師 那因為他的這個分析非常的到位 所以如果大家要持續追蹤明哲老師 也可以加他的LINE好不好 小老鼠 MONEY1899 好 那當然今天的節目也非常的精彩 很精彩 希望大家就持續鎖定之外 記得要Donate 說實在的我們 既不接業配 然後也沒有跟主力配合 那更重要的是我們做這個節目 完全是靠大家團隊 自願的付出的力量 沒錯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支持我們Donate 好來 那我們最後來 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開啟小鈴鐺 每週一到週五晚間 8點上線 135剪排影片 244教學影片 好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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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財生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台老師 唱歌 然後歌神神 決心 買這套 教育之前要考慮 走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我們家 二月一周瘋狂股 想先到 開始搶 打 瘋狂股市福利社 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殺死 只有誰能快點告訴我 原地他不用機會錯過 怎麼答覆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沙底的經驗真的痛 黑洋紀律 常會趨勢冒一動 OK 能看多看空 春夏秋冬 都有用陪在你左右 賣酒盆 賣這套 挑一之前要考慮自己 瘋狂股市福利社 真的要倒動 對啊 真的要倒動 是誰 這做得好 就是拚 這做得好 一直到創懶 八點 一分之間蠻股市福利社 二十一招牌 三百語市福利社 二十一招牌 二十二百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來兩個 個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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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